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讲义翻到二十一页 下面我们就要就观法师藏的十七段的分文 来学习阿弥陀经经文的文句 那稍微复习一下 前面我们说过了 我们这每一段讲解是有三个层次 第一就是开题 对整个这一段经文 做一个它的来意大意分科 做一个说明 接下来我们是引用法师藏的记文 记句来逐句的解释 里面分成若干小点来分析 那么第三部分就是在扩充延伸 对需要详细变异的展开变异 这三个层次 我们下面看第一段就是序分段 下面列了这么几点 也都是佛教常识性的 需要稍微说明一下 序有分为正性序和发起序 所以正性序也叫通序 就是说每一部经都有这一段 类似的说明 就好像我们 开会议 要有一个会议记录 这个会议记录都会说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哪些人参加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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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通序呢 就是每一部经一开头 都要介绍的几大方面 一般就所谓的六种成就 那别序呢 也叫发起序 就是每一部经的发起因缘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无量寿经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 放光献锐 在阿南尊者见到之后呢 就觉得很稀奇 今天是什么喜事啊 佛这么欢喜啊 那一定是在念佛吧 然后这样问起来 这是他特别的发起序 像观精呢 就是维提西夫人 受到阿舍士的 他求幽静在公使当中 所以他内心苦恼 然后呢 祈求见释迦牟尼佛 一死为姻缘释迦牟尼佛 来讲的观精 这叫呢 发起序 就直接的 发起这一部经的 那这些序里边 一般的六种成就 这六种成就 就是说 有这六件事情 就能成就 讲经文法 成就一个讲经的法会 这叫六成就 这六件 六个方面呢 缺一不可少 也就是信文 始祖 处 重 信就是要具有信心 没有信心 这个讲经是不能成立 都不相信了 都辩论了 都怀疑了 否定了 这个怎么讲法呢 那文成就呢 就是听文 文要不成就 听不到啊 像我在这里讲 那背后如果听不到 对他来讲 都没有成就 要有听文 时就是时间 那没有时间的话 这个法会 也不可能开得了 大家都没时间来 想讲也不行 主呢 就说法主 佛要不存在 或者说 你开个讲经法会 法师今天突然不能来了 主不成就 那你来就白 都不行 处是处所 重呢 就侵法的大众 这六方面成就了 这一个法会 就可以圆满 而这六方面的 每一个本身 也是要成就的 所以成就 就是它坚固不坏 它具有 我们讲 就质量高 达到质量 像建的房子一样 你要有砖啊 水泥啊 钢筋啊 什么门啊 窗啊 大家合起来 成就这个房屋 但是每一件的物 每一件的物品 本身 比如砖 豆腐渣 钢筋 是草条的 这就不能成就了 这六方面呢 都是有所要求 那就按摩图经来讲 一般的判施 是只有正性序 没有发起序 那关于这一点呢 下面还会有详细的讨论 为什么这部经 只有正性序 没有发起序 它有它甚深的意义 意里存在着 我们看经文 就第一段 如实我闻 一时佛在设备国奇数级孤独猿 与大比丘僧 千二百五十人聚 你知道 世体欢迎等 无量孤天大众聚 这一段 就续分段 那这一段呢 每一部经典 都差不多 那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来意 在佛在世的时候 经典都是口口相传 并没有记载的 那根据大波涅槃经 一教评 当世尊 加上涅槃的时候 阿南尊者 甚为悲痛 因为阿南尊者 还没得到 阿鲁汉的果位 所以他呢 还是有这种 悲痛 伤心的情感 当时呢 阿拉律尊者 就来安慰阿南说 他说你啊 为什么这样愁苦呢 如来涅槃的时间 已经到了 你一我语 来请问如来四个问题 其中呢 有一条就是 这个问题 如来灭后 结极法葬 一切经出 安和等于 如来灭度之后啊 这个经典要结极起来 那么 在经的开文 用哪些话 所以世尊就回答说呢 一切经出 当安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某方某处 于诸四众 哪些哪些 说这部经 这个是经文的通 通力 那我们这一部 阿弥陀经呢 这一段段 分科就分成 前五成就 还有第六成就 前五就 信文实主处 第六成就 就身文重 就重成就 然后分成身文重 菩萨重和杂类重 关于这段经文呢 下面也有些小小的注释 我也来简单的说明一下 这个如是我闻 一时等等 如是这两个字呢 是在整个续分段当中啊 在如是我闻这一句 是特别重要 它重要在哪里呢 我们看它的道理 这个如是如果从简单的文句来说 就是 这是阿南讲的话 前面这一段 是阿南他说 就是集经的时候 阿南所讲的 这样的经典 这个听到佛的真实语 一点没有错的意思 所以如是 它就有两个方面 如 不变为如 无非为是 就是说不改变的 三世永不改变的 称为如 如如不动 过去 现在未来 永远不改变的 那没有错误的 叫做是是 弃力为如 弃机为是 不改变的 真理本身 叫真如 那么能契合真理本身 这称为如 那契合众生的根基 众生领受到 哎呀是这样 我能得到利益 这叫是 那么佛说的为如 佛说经 佛说的是 顺真理所说出来 说 说贱如贱 说顿如顿 说人法如人法 说天法如天法 说凡如凡 说圣如圣 这不正不简 佛说为如 那我们重视听闻呢 我们什么态度啊 哎是 哎是的 就这样 如是 这样就是佛所说的如 就来到我们的心中 成为是 所以如是呢 它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说明佛所说的 绝无错误 另一方面我们听闻的 信孙不移 所以呢 一个就是佛说的真理 称为如是 再者说明我们文经的态度 而如是如是 讲得不错 就是这样 就这样 如是 那我们 我是这里呢 带着阿南 阿南尊者 因为阿南尊者往那里做讲法呀 他带佛宣化 就是佛所说的教法 阿南全部都能够 记忆 所以佛法大海 所以流入阿南心 佛灭度之后呢 阿南要把佛讲的经典 统统再把它复述一遍 所以这个激励是不可思议的 佛讲的法 他统统 讲了49年啊 那个时候没有录音机啊 也没有什么 这个录音笔啊 全部记在心中 然后要复述出来 在某某时间 某某地点 所以阿南往上一坐 底下大众就怀疑了 说哎呀 是不是佛陀又活回来了 因为威仪啊 向好啊 尊严都非常好 再说哎呀 阿南是不是成佛了 阿南怎么可以坐在这里 像佛一样 大家有很多 疑情 阿南一开口说 如是我闻 哦 知道 正疑皆宵 佛陀又没回 阿南还是阿南 这是阿南转述 佛所讲的经 某某时间 某某地点 所以他这个前面是个交代 为什么叫正性序呢 由这些就证明 这部经可靠 他的来历 这部经 是我阿南亲自听佛所说的 那是在某某时间 在某某地点 那么佛陀和哪些哪些哪些人 在一起 当时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什么什么机缘 然后佛说了这部经 这一个交代 大家都非常的明了 所以阿南尊者 他自称为我 这叫刘步语 刘步就说 大家就随顺 大家都这么说 流行的 以分别他人 佛教讲无我嘛 但讲无我 也不破是法啊 你不然你跟别人区分的时候 你怎么说呢 你每次都喊你的名字啊 是金宗奖的 或者是谁谁谁 这就是为了个大人区别 称为我 不是指那个 常依主宰的自在我 这个我是不存在的 就是写见信的 谬解 就一般人认为有一个我 那这个我什么我呢 常就恒常不变 你看我 五岁的时候 八岁 十岁 他感觉 他认为有一个 常恒不变的我 一直到今天 其实不论是从身体的细胞 还是你思想的 心念的变化 色受想行使 通通都已经变了 没有一个常恒的 一就说 唯一的 也没有一个 因为我们是众生 所以佛这个名词啊 就很有含义 没有一个一 众生 众缘合合 色受想行使 五蕴身心 而构成的 所以没有一个一 也没有一个主 也没有宰 宰就是宰制 就是掌控 我们都认为自己可以掌控的 可以主宰 所以这个呢 佛说 这样的我是不存在 那佛法是非常 如果从哲理 如果从这个 逻辑道理 这个说的很清楚的 你无法辩解 就是无我的 当然如果我们 证悟这样的境界 是难的 因为我们 有一个 叫第七识 莫那识 执着为我 认为就有一个我 我吃饭 等等 这就是迷思 迷茫 那如果这个你破了 你就是圣人了 无我了 所以阿南尊者呢 是把所听闻的经文 背诵出来的人 这就是阿南 那闻呢 就是共听 恭敬的听闻 不是简简单单的 随随便便 所以这个闻呢 是代表有恭敬心在当中的 这个闻有两种 有句足闻和不句足闻 句足闻 就是闻的深入彻底 那不句足的话呢 就是很浅 或者信息不具备 疑惑 闻若不信 如不闻 听闻佛所说法 如果没有说 如是我闻 那就跟没有听到一样 所以我们听闻佛法 我听这个善知识 讲解佛法 一定呢 要把我们的心打开 放松 不加任何的主见 这样就是如是我闻 这第一句你能做得到 后边听经文法 才有效果 效果特别明显 那有的人呢 就失智变聪 边听啊 就边在那里 三腔倒改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有极乐世界 啊 这怎么回事情 这望远镜都没忘着啊 这个科学家多大 天文被子 这真的有吗 这是不是迷信啊 这佛所说的 佛真于者施于者 这个真理的世界 凡夫是很可怜的 就像井井之蛙一样 你跟他说大海 哎呦大海 大海有多大 大海 不过这个故事 大家都知道吗 一个老龟 海里的龟 爬呀爬呀爬呀 爬他都记得一个水井 哎呀 底下一个青蛙 蛙哥在下面 蛙哥 你在这里不感到很 天地很狭窄吗 青蛙就很生气了 呱呱呱呱 我这么大的地方 我一个人在这里为祖为王 多自在 哎呀你这里太小了 我这里小 那哪来大 大海很大 大海很大 大海有多大 大海有我这个水井一半大吗 他就开始讲大话了 大海有水井一半大吗 那么海龟说 哎呀那不止啊 不止 有那么大 那有我水井那么大吗 他觉得可能最大就这么大了 那乌龟说哎呀那不止啊 哈 那我不相信 不相信我带你去看啊 然后跟跟这个乌龟一到 就往前走啊 走啊走啊 结果到大海边一看 就这个情况怎么样 当下脑袋爆炸 他没看过这么多大 这么这么多的水 这样大的海 他的心量不能够 不能接受 一下子就爆炸 脑一雪 所以我们凡夫啊 你说这测度佛的智慧 说哎呀什么十万亿过头之外 什么近虚空变法 多少多少佛徒 多少多少佛 横河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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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能接受 是为了保护他这个脑袋 不要脑一雪 他一旦接受 啪爆炸了 没有 他就说 这个凡夫的心量非常狭窄 这个 这个佛的境界啊 非常的广阔广大 那我们怎么办呢 如是我们 到我们心啊就空空荡荡 不怀任何的 这样呢 你就可以活一条小命下 所以如是我能说 我们文法的正确心态 这是后世弟子 文法得意的帮鬼 你要文法得意啊 这是规则 规矩 佛说什么 你信什么 佛说有就是有 佛说无就是无 佛说能往生就能往生 而佛说能成佛就能成佛 这个叫如是我们 如是我们四个字 是从经文一开头 一致贯彻到最后的 讲到哪里就信到哪里 说到哪里就闻到哪里 都是如是如是如是 当然如是我们嘛 在每部经理都有 如果就我们阿弥陀经来讲 释迦摩尼佛所说的 无量光寿的名号 念佛往生的法门 十方三世不易 不管在哪个世界 不论在什么时间段 这都是不会改变的 那这个叫做如 所以如是 在每一部经理 人家不同的说法 就是不同的指代 都是如也都是是 在我们这把阿弥陀经当中呢 很显然 阿弥陀佛的名号 念佛往生的法门 这是十方三世不改变的真理 这名如 那我们众生呢 称此佛名 必然被彼佛光明摄取 往生极乐净土 光寿同佛 这个就是是 得到这样的利益 这是如是 那一时呢 就在印度的传统啊 他没有写说 什么什么朝代 什么什么年份 他不重视这个历史的纪年 那这里当然也有他的意义 就是师资道合 鸡感相应 诸种因缘的会合 成为一时 什么叫师资道合呢 就是师就本是 释迦牟尼佛 师就是弟子 诸大弟子 他们的心 交汇在一点呢 就说法的因缘 刚好聚在这个地方了 鸡感相应 这个呢 就称为这个时间点 叫做一时 一就是说 把无量的因缘 聚集到一个点上面 那比如说虽然师父想讲 或者师父有能力讲 师父也要明了这个真理 但是弟子呢 他还没到这个点 在这个时间就不能会合 就不能成为一时 他可能过了五十年 他才到点了 那师父已经灭度了 灭盘了 那这时间呢 怎么能一呢 那只是佛陀的教法 流传下来 那我们今天 这个善根成熟了 我们来听门阿弥陀佛 也就碰上了 这一时 所以一时它的意义 是很广大的 什么时候 你的师子道和这一点 碰在一起 这就是一时 不然就是二时 下面设备国等等 我们就不解释了 比丘就是 骑士 上起于法 下起于实 遗养身心 从佛陀起法 滋养法生会命 从众生起实 滋养我们的色生 所以称为骑士 出家得度 受巨族界的男子 就称为比丘 僧呢 是指一个 它是个集体名词 称为僧且 简略称为僧 如果翻译过来 叫做和和众 所以这个 大家也知道 我们作为一个僧人 我们作为一个僧且 僧团 这个是非常光荣的 非常 吉祥 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和和众 如果在其不和和 那就有愧于这个光头 有愧于僧 你不和和 那和和众有两大类别 一个就是礼和 同正无为解脱 那如果以我们净土法门来讲呢 我们就是同在 弥陀光明社区当中 同列名号 这是礼 那是和呢 就有六个方面 身口意 戒 戒 利 如果世界人 也能按照六方面来和的话 这个世界 是和和的世界 和和的社会 所以和谐社会 身 身体不发生冲撞 你给我一拳 我给你一口 我回你一拳 这叫身和吗 身 不碰撞 没有冲突 口呢 不会互相之间 斗争 吵嘴 谩骂 那就没有 口呢 非常的说柔软的话 和谐的话 和气的话 意呢 就是思想上 没有冲突 没有愤恨 谁跟我不好 在他起烦恼 不会的 在意义上呢 互相照顾 互相关心 互相爱护 意和 戒呢 是见解 在佛法的修持的正见上面 这个团体都一致 大家都念佛 都要求解脱 求往人西方极乐世界 都专修念佛 这是见解呢 和和 戒 戒就是规矩 制度 佛陀的戒律 那约束 大家都同授 排队 大家都排队 吃饭 大家都去 同行禁止 这个以戒律 来规范自己的身心 这个呢 是戒合 戒合 利呢 就是我们的利益 吃饭都一样 发水果 大家都有 住房都差不多 这样的团体 在社会上是没有的 那社会上呢 一定是差别很大的 不和 所以说你看 贫富差距很大 然后呢 社会 这个安全系数就不高 有的人嘛 就是资源非常 少数人 集中了多数的资源 非常的富裕 那还有人呢 就感觉我 他心里不平 然后社会就很动荡 如果说利和同君 那这个不就好了吗 很多方面 这个对我们都有启发意义 1250人 有他的姻缘 大家可以看 阿罗汉 是指呢 断尽一切烦恼 阿是 五 这个断尽烦恼的 应供 应征 应受人天供养 这名阿罗汉 那众所知识 这个知识啊 就是知名度很高 大家都知道 大众都所知道 知道他 认识他 叫知识 不是我们现在讲的 知识就是力量 那个知识 众所知识 长老是连长 有智慧的出家人 那如果你既然年纪轻 如果你智慧很充足 也可以成立为长老 那这些名字呢 大家自己看 然后又知道 诸天大众俊 下面翻过来24页 如果大家看圣教级的话 可以翻到756页 这是法师赞 这个赞文 我们来看 在每一个赞 如果看圣教级的话 756页开始 这个赞 我都会把它有个小的标注 比如第一个底手的赞 就写一个赞教心 第二手赞就写赞教主 第三赞图众 那么赞图众就分为三个小点 一是身门众 二是菩萨众 三是杂类众 这个列出来 让大家看起来就很清晰 上面也有小的标目 大家回去可以利用它看 我们继续看讲义 那讲义呢 也是从上面摘取下来的 赞教心 教就是释迦牟尼佛一代的教法 它的说教 说教昔日兴起 就是说这首的赞计呢 它是从哪方面来赞的 是来说明 世尊一代教法的兴起因缘 我们说这个 法式赞的赞计是解释 当段的经文的 但是如果我们读这一段 不解释的话 我们可能很难联想 它跟这个经文没有关系啊 它也没有说如是我闻是佛在世卫国 这都没讲到 但是我们仔细看就知道 它是在解释这段经文 那这个赞计啊 早晨大家都有念 下面请大家跟我一道 来念一下第一首啊 灵往圣 灵往圣 诸佛大悲心无二 方便化门的无数 舍命装面无胜负 八项视线出远符 获献真行而利物 获同杂类化盘语 本身六道无停息 变现随意度游游 游游见解心非一 固有八万四千门 门门不同意飞跌 别别之门还是恐 同步即是如来至 别不服侍慈悲心 悲心念念人三界 人天四句最根深 过现诸佛皆来化 无名也战不相逢 谈慰释迦红世众 不舍作活是恶劣 心里道场闻净土 恒神勇士出繁荣 众能相心共悲叹 守时像花场供养 文句都很简单 但是善导大师的寄语 都有这么几个特点 文句简单明了 但思维特别开阔广大 意涵非常的深 那当初我在因为要看书 我就在思维说 这一段和经文有联系吗 一看下来 哎呀 确实你就非常的赶配 就是善导大师 他这种解释法 可以说是天马行空 纵横自在 非常的好 非常的深入 比如我们这里 我们来看底下的解释 一 威名士尊出世本怀 专在经经法门 顾先赞教兴 就本经的兴起因缘 就这一段放在这里 他有个目的 他是要说明 释迦牟尼佛的出世本怀 专门就在讲说 这一本阿弥陀经 他有这样的内涵 所以他在讲这些 他不然的话 讲的话题 他说太远了 所以也就是说 善导大师 他是把本经放在 世尊出世一生说法 根本的目的 在这个大背景的情况下 来解读阿弥陀经 他才有这样的一段话 那么他的意思 也跟观金苏前面的 那些解释 是一样的 所以这显示 是善导大师 他读经的这个点入手点 他的着眼点 那我们把这样的意思 领会到了之后 我们就会感受到 这一部经非同凡响 他的作用意义 以及善导大师 他解释的 这么一个 七五点 你才可以跟他的心啊 跟祖师的这个心 才能相应 才能够深入佛的 本心本怀 这个重要不重要 非常重要了 他不是说就一句话 文字解释文字 所以呢 他才有这一段的文 第二呢 我们要看到 其实这一段是在解释 如是我文四个字 你们能看出来吗 如果没看出来 看到我这里讲 你们就这样想 他是以出世本怀 来解释 如是我文 是真如是我文 所文深远 就是如是我文 是听到什么 这四个字听到什么 那么善导大师 就从四个字里面 听到了 啊 如是我所听到的是 阿弥陀佛出世的本怀 所以他才做这样的解释 把他所听闻的内心的 感动 理解 表达出来 用这一段文 所以这一段呢 是在解释 如是我文 那么这样的听闻 就是非常的深远 不在文字的表面 不在表象上 那接下来呢 就把这 诗行的经文 做分段的 哪个地方将如是 前面的七行 就是在说如是的 信成就 我这是一行是代表两句 愿往生愿往生 这个没算 没算在内 后面最后那一行 重等 这都一样的 格式一样 重等伤心供背叹 手指香花 肠供样 那这个也没算 总共的中间有十句 四三行是说明我 如是我文 最后两行 是说明文 所以这个是信成就 又文成就 这个大家先看到 这个地方 我先这么划分的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 这个杂事 杂事就说在里边呢 抽列出来 一条一条的 来说明它 也分成五点 第一呢 何故说诸佛 就解释阿弥陀经 他干嘛一开始 说这么多 诸佛大背心无二 提个诸佛干什么呢 他目的是要说明 佛国道同 本怀是一致的 每一尊佛 每一尊佛出世 他大背心都没有差别的 都一定要讲说 阿弥陀经的念佛法门 所以说呢 要举诸佛出来 那第二呢 就问 何故要说八项世线 就像说了 八项世线出言符 这是指哪一位呢 指我们释迦牟尼佛 那这呢 是要显示世尊的出世本怀 八项世线出言符 前面说了 诸佛大背心无二 方便画门等无书 舍笔庄严无圣土 就释迦牟尼佛 他的净土 在 无圣国土 这是暴火 暴身在 无圣国土 庄严暴身 然后来到 苏佛世界呢 八项世线出现 从这个天人 降胎 这个 投生啊 出家啊 修行啊 正果啊 入涅槃啊 这八项 八项世线 本来这些事情 在阿弥陀经里面 统统没说到 为什么拿来说呢 就是活着一辈子 他事先来的 苏佛世界的目的 就是要讲阿弥陀经的 所以把他放在前面 戴个帽子 那第三面呢 说何为同别 这就说同那别啊 还是稍微说一下 或献真行而利物 就释迦牟尼佛来到 苏佛世界 严福提世界 献真行 就献他本来的 庄严报身之下 这是他的真行 这样的利众生 利物 勿使之众生的 那比如说 讲华严经的时候 42位法僧大士 见释迦牟尼佛 是尊特报 尊特向好的报身佛 那佛陀这样的真身 我们凡夫肉 也是看不见 而只有破无名的菩萨 能够见到佛的报身 所以献真行而利物 或同杂类 化凡于 那么这个杂类呢 有不同的解释 一种解释就说 佛视线过门 凡夫一样 杖六身形 黄面比丘 那这样的身形 是要化度凡夫 愚痴之人的 看阿佛老了 佛生病了 佛 涅槃说佛死了 这就是呢 凡夫的眼睛所见 分身六道无停息 变现随移度有流 在六道都可以分身显现 没有修习的 随着众生的积移而变现 就是不一样 所以应义合身得度者 即现合身二维说法 所以度有流 有流就指凡夫众生 那阿罗汉就是无身 他不会再有生死的 有流就是二十五有的众生 大家可以回去查字典 就是有烦恼 有生死 这样的流被 就称为呢 有流 有流见解 心非一 固有八万四千门 那么凡夫众生啊 烦恼 跟性啊 各个不相同 所以呢 他的见解都不一样 为了广度这样的众生 所以呢 他才开出八万四千种法门 如果就佛的本性本怀 他只要讲念佛事业就够了 但是呢 他见解都不一样 根性各个不一样 所以呢 要讲八万四千法门 那这底下有几句话 门门不同 亦非别 别别之门还是同 这八万四千法门 当然各个不一样啊 其实也没有不一样 就这个意思 那别别之门 他你说不一样 毕竟他是这一部经 那一部经是不同的 别别之门呢 其实还是有共同的目标 目的 而宗旨 本怀都一样 所以别别之门 还是同 同故即是如来至 所以同的 就如来出世的本怀 别故 富世慈悲心 这样的出世本怀 需要通过 不同的法门 调化不同众生的根基 来达到 所以这个是慈悲心 因为如果直接讲本怀 可能你接受不了 所以呢 根据你的根基 根据这样的状态 来讲一个 不是本怀的法门 但是你好听的 这是佛的一种特别 善巧方便的慈悲 所以我们这里就问到 什么是同 什么是别 这个同和别啊 是有它深刻的含义在 我们看讲义 什么是别呢 八万四千法门 是别 所以别别之门 这个别叫随宜方便 随宜就随众生的根基 积宜 而方便教化之门 这不是真实之门 方便之门 所以前面说啊 方便化门等无书 这方便教化之门 随众生根基的 叫随宜 这随根基 随众生根基的方便 所以八万四千法门 是方便门 那么为什么开这个方便呢 是出于慈悲心 那下面说哪个 念和往生就是同 这是根据后面的 当段的记文 没有这样明确说 是往下面看 看出来 念和往生 这是为什么是同 这是如来的本怀 所以叫如来志 那底下就总结了 若不知同别 信不成就 所以这一大段 是讲如是我们的性成就 大家如果结合观经 不妨把它翻开来读一下 观经书 圣教集的493页 右眼如是者 欲明如来说法 说见如见 说顿如顿 说相如相 说空如空 说人法如人法 说天法如天法 说小如小 说大如大 说凡如凡 说甚如胜 说阴如阴 说果如果 说苦如苦 说乐如乐 说远如远 说静如静 说同如同 说别如别 说静如静 说会如会 说一切诸法 千差万别 如来观之 历历了然 随情起行 各异不同 业果法然 重无措施 又称为是 顾言如是 所以祖师大德 解释经 都不会说漫然 无意的说很多 重复的话 那这一段 说了很多 这个如 说了 列了很多 既有它的次第关系 也有它的必要性 这个我们看书 其实都要细细的用功 那这里为什么说 不知同别 信不成就呢 就是佛图一声说法 无量无边 那如果你知道同 也知道别 这样你在整个一代 佛法当中啊 你就不会吵嘴 你就不会矛盾冲突 这个信心就能成就 就像观经苏所说的 佛说一切尽教 我尽界相信 那不然的话说呀 你说往生西方 其实世界那么容易吗 那这样信不成就 因为他听到 圣道法门的修行 要这样的难 他就怀疑说 净土法门 怎么会那么容易 那就不能理解说 说圣如 说净如净 说会如会 说圣道门如圣道门 说净土门如净土门 他就不懂得同和别 他如果能够在这理解 同和别 别别之门还是同 同故即是如来至 别故 又是 别故父是慈悲心 这样的话呢 他一切佛法在他心中啊 就圆容 无碍 不起冲突 他知道说 这是对圣道门根基说的 是佛的慈悲心 这是对 凡夫根基说的 这是如来至 契合我的法门 就这样呢 他就感觉到很平 没有任何的冲突 这个对佛一旦的说法 信心才能成就 不然就会冲突 矛盾 就感觉 怎么这么会 这么容易往生 那这样的话 佛就不要讲别的经典了吗 等等 这就是 所以这一段 你看看 释迦这个上大师解释 多么的善巧 上来这一段 如果你明白了 你这些所谓的疑问 怎么样 荡然消除 云开雾散 所以很多人在那里 还在那里说了基础的问题 这个第一段 就给你解决了 我们再往下看 何者我 这从哪里讲我呢 如是前面讲到这里 同故即是如来至 别故父是慈悲心 这是的解释 如是我们的如是两个字 如是 能听懂吗 这我会不会是我在这里 好像我自己的主张慢说的 大家来针对观金书就知道 确实是如此的 解释如是 要这样听 那我 所以解释的很 善的大师解释的 非常的巧妙 他并没有说 这三好话解释我的 但是你要会看得出来 悲心念念 元三戒 那些前面讲 八万四千门也好 等等 那是跟别人说的 那我是哪种人 悲心念念 元三戒 人天四去 最根深 过现诸佛 皆来话 无名业障 不相逢 惭愧世价 红世众 不舍 缩脱 十恶业 底下我列了 这几个词 这几个词 都是不好的词 但这个就说明我 我们 就是这个 基身性 我们是什么众生 三戒 流转的众生 三戒 三戒是好地方吗 不是好地方 流回的地方 然后呢 人天四去 六道 六道里边 除了人天 还有四去 这就是六道 最根深 我们是罪业 不是善根 是罪根 而且罪根 很深厚 很深 是漏于诸佛的 救度的 所以过现诸佛 接来话怎么样 你都漏掉了 你无名业障 不相逢 是漏于诸佛的 就是我们这些人 又是无名业障 的众生 又是呢 十恶业的众生 所以这三句话 是要说明 我们是什么样的众生 你能对这个我 有一个正确的 认识 信顺 你才会有底下的文 如果你把这个我 看得很大 我是善人 我是个能开悟的人 我是个上根立志 我是能够修行三界 这个三学六度 靠自己能力 能够出生死 这个 得涅槃解脱的人 如果这样的话 那下面两句话 你听不到了 文不成就了 下面两条呢 西域道场文净土 藤神 勇士 出繁荣 如果你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上根立志的人 你会觉得是西域道场文净土吗 不会的 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讲 有的人就 很多人他就觉得 哎呀 老太太听的 讲念佛吗 净土法文谁不知道 念阿弥陀佛吗 他感到不稀奇 他也不来听文 那么最后呢 他也得不到那句 藤神勇士出繁荣 他搞不到 他搞哪地方 永远在此搞轮回 所以我们就说了 第五点说 何者闻成就 什么叫闻成就 如是我闻 就讲到闻字了 是闻净土 出繁荣 烦恼的牢笼能出去 这个叫做闻成就 如果不闻净土 不能处理三界的牢笼 虽闻而不成就 我们听闻心经 有闻成就吗 耳朵是听到了 心里边 所以度一切苦恶 你还是受一切苦恶 没有成就 你听金刚经 也不能闻成就 人家破四象 皆白非 你还是四象白非 还在那个地方 那我想刚才 有这样的简略的说明一段 大家接下来看讲义的话 就要这样来对照 就是一段一段 一句一句来对照 那我们看第二段 赞教主 这就是一个收缩的方法 先从广面 就释迦牟尼佛一代出世 甚至展开到十方诸佛这个层面 然后收到释迦牟尼佛 在苏布世界这一段 给赞教主 赞我们这个教主 释迦牟尼佛 祝网圣 世家如来成正觉 事实就在独钟声 五天出国皆情化 邪魔外道尽规中 天上天下五过佛 慈悲就苦时难逢 或放生光便六道 蒙光处折起自行 或祖过来皆尽义 三土用决断追寻 或振大地山河海 畏决蒙明心灰神 或自说法交相卷 辗传相将入法令 法令即是弥陀国 逍遥快乐不相亲 正等清新皆叛华 守持香花常供养 我们看二十六页 我列了四点 首先判断 这一段文 这一段的寄语 是在解释 一时佛在设备国 是解释这一句的 第二点说明 这是解十成就 主成就和处成就 那么解释一时 并没有解释一时 他反而说什么呢 四十九载度众生 世家如来成正觉 这讲是主成就 四十九载度众生 这什么意思呢 就说四十九年的说法 都卷入归入金金一时 是用四十九载 他都是为了达成 阿弥陀经这一时的说法 的法会 所以讲了四十九年 这是上大师 他表达的意思 他没有解释一时 然后呢 这个讲的法的地点 是在奇数 吉古多元 可是呢 上大师并没解释这个 他说什么 五天诸国 皆形化 那什么意思呢 就释迦牟尼文一辈子 油画 五天诸国 这么广大的地点 是为了要结合归到奇缘 这一会当中 所以这是显示 一代识处 就一代说法的时间 地点都要设会经经法门 设到阿弥陀经里边 所以阿弥陀经 他总设释迦牟尼佛 五天诸国 四十九载的全部说法 这个和观经苏的一开始 把一代说法 作为净土教的画前序 画前这个序分的部分 也称为发起序 而一期的教化 是为了辗转香江入法陵 是啊 法陵就是弥陀国 所以呢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 能为圣南西游之士 这才叫圣南西游之士 整个一代说法 是为了进入 阿弥陀经的一时和这个地点 那我们再看哈 前三行 总民一代的主 十处的成就 四五行 是说明了 其余法门 围入金经 因为 其他的法门 来到这部阿弥陀经里边呢 主啊 十啊 和处啊 才真的成就了 释迦如来 陈振爵 这主 四十九载度众生 十五天 读国皆行化 处 邪魔外道 尽归宗 这成就啊 一切 外道外 都归如 佛道 天上 天下 无过活 慈悲救苦 世难逢 这些等等 或放神光 遍六道 蒙光 处者 其慈心 这是讲啊 他用神通说法 或驻 或来 皆敬意 三途永绝 断 追寻 或震 大地 山河海 为绝 蒙明 姓卫生 那么前面讲这些 好几个或 三句 是要说到最句 或自说法 交相劝 辗转 相将 入法林 这句讲的 阿弥陀经呢 无问自说 自说法 辗转 相将 都没有 辗转 相将就说 你告诉他 他告诉他 互相辗转 劝化 然后呢 大家呢 入法林 说法林 其实是弥陀国 逍遥快乐 不相亲 所以就把阿弥陀 弥陀国土 给展现出来 那么再看 讲义 翻过来 二十六页 从第一段 赞教星 到第二段 赞教主 他有一个呢 像这个电影的镜头 处理的 方法一样 先从诸佛 所以诸佛 大悲心无二 方便画门 等无书 然后说呢 舍彼无实 庄严 庄严无胜 就是八项 世线出言符 就从诸佛 给他缩到 释迦牟尼佛 那缩到释迦牟尼佛 身上之后呢 就展开 在这一 在这个 这一辈子 八十年的说法 在印度啊 五天主国 行画 四十月 怎么怎么样 然后这一辈子 说话 说来后呢 不是很多 很广泛的最后呢 转到辗转 相降 入法灵 法灵即是弥陀国 所以它是从大到小 从这个广泛到具体 然后一直聚焦 从多到一 从广至辖 从远至近 一直到最后呢 聚焦 定格在弥陀国 最后底下 就会从弥陀国来展开 所以我们上大师 是不是一位艺术家 是不是一位导演啊 是不是一位 南无阿弥陀佛的化身啊 好 我们这一堂课题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的化身 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